開發人一樣切過來 所以清除OK之後的話 那當然上面這邊教師研習時速 同樣的方法你可以把這行程式 跟這一行程式把它加到上面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把它複製貼 貼過來這邊也加一下 一樣加到頭一樣加到尾 一個程序變成說你 兩個不能共用一個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話 分開來 所以執行它 沒問題 清除它也沒問題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解決 如果你那個範圍 是有保護的情況下 就加頭尾兩行就搞定了 但是還會有一個衍生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呢 你這邊不是有做的那個 教育取消 他 假設如果有人很厲害 他也學過VBA 所以他可能這樣 如果看得懂你的程式的話 他會到Visual Basic環境裡面 看到你的密碼 就是1234 喔 那不對呀 不過這是 高手啦 我們只防 叫 君子不防小人 如果他也學過VBA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呢 我們就要萬全 因為這個後來同學問說 老師不對呀 那這樣他就知道我的密碼啦 所以怎麼辦呢 再來呢 你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VBA 再上個鎖 就是你那邊上鎖 這邊要上鎖 鎖的方式很簡單 先找到你這個專案喔 記得喔 跟他名稱一樣 按右鍵 這邊有個VBA的專案屬性 按右鍵 屬性的地方呢 記得呢 保護有沒有 有一個 這個先打勾 再加上密碼 假設我密碼一樣 加1234 這邊1234 好 這個時候加了密碼 他不會馬上生效 什麼時候會生效呢 就是當你 再把他儲存 關閉之後 下一次開啟的時候 比如說我把他關閉 下一次我再把他打開 啟用內容之後 切到剛剛的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那正常情況是我直接打開 他可以直接被看到 可是現在你會發現喔 他 本來是減號變加號 意思說你要點開他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如果一般人 他想要偷看一下 你到底密碼是什麼 可是他不知道 密碼不正確 無法開啟 除非他知道密碼 才可以進到裡面 那這一招也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 這個除了說可以保護你這邊的裡面的密碼之外 以後呢如果你寫了很多VBA程式 或者是你入制的聚集 其實不只是VBA 聚集也一樣 你不希望被別人看到 你怎麼做的 那一樣 請你按右鍵 這個屬性 把它保護一下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保護你的智慧財產權 其實現在 其實有價值的東西真的被創造出來 所以其實未來世界很多東西 都是因為你 設計了一些東西 變成你的智慧財產 而增加你的 價值 所以未來 如果你的工作裡面 不會有任何設計 不會產生價值的話 很怕你就 只有一直不斷勞碌 但如果你可以 透過設計 產生一個價值 並且可以商業 產生一個商業模式的話 那自然而然 它就會是一個 增加你額外收入 或者是增加你主要收入的一個可能性 什麼東西可以做啊 其實像 最近也有 以前上過課同學 突然 他也在 某一家大公司上班 他說老師我們公司 希望導入這個東西 但是 實在想要有人幫我們寫這個東西 他說他第一個想到都想到我 就寫了信問我 我跟他講說實在也不可能 接這個 但是我可以幫你找人 OK 所以我就想到 以前上過我的課同學 他後來真的去創業 還真的弄了一個 就是 弄了一個 網站弄了一個工作室 那規模 其實還不算太 現在好像不是很大 不過 該弄的東西還弄得出來 所以我就推薦給他 OK 所以也是一種模式 而且他現在 幾乎全職就在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Potator and Potator 第二個就是 你如果加了之後 請你在這邊 也再加上那個 VBA 如果你的VBA 你不希望 將來人家很容易 就可以看到你的 裡面的程式的話 請記得在按右鍵 VBA的Potator and Potator Potator and Potator 再加一個密碼 等於是加了好幾道鎖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可以確保 你自己產生的東西 就是你的 OK 不過這個 大概以後會不會有一個爭議 比如說你上班的時候弄的東西 到底這個智慧才能算誰的呢 但可是問題 你交接的時候 會不會 如果你 這也是有爭議性的 理論上 你工作的時候 可是問題是 這種東西 是不是要額外 我記得好像我有看過 是不是如果額外產生的東西 是要額外 就是 勞資雙方要協定的 對 謝謝 謝謝